確實如您所說 由於之前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看好 萊西作為保守派陣營 來繼續在明年的大選當中執政 那麼可能這一次的突發事件 會打亂整個伊朗國內 它政治架構以及政治轉型的一個節奏 因為我們之前在上一趴當中 我們也強調了 就是說在90年代 在1989年之後的伊朗 每個總統 就是它都是幹滿兩個任期的 每個任期是4年 也就是每一任總統都幹滿了8年 那麼由於萊西在現在是第一個任期 那麼很有可能如果按照這個慣例 那麼它第二個任期可能再做4年 是應該沒有問題的 而當前如果結合到 這個伊朗最高今天領袖 哈密內伊它的年齡 以及它的一個身體的具體狀況 那麼很有可能在未來的幾年當中 如果說哈密內伊 它出現身體抱恙或者其他的情況 那麼很有可能是由萊西來接任 但是現在萊西如果說 面臨這個突發的情況 我們看可能有一些官媒的報導 包括伊朗國內的報導 就是已經萊西可能已經罹難了 那如果說這個事件確實是真的 那麼也就意味著伊朗國內的 這個保守派陣營需要重新挑選 一個比較合適的人選 來接替當前的這個政治架構和接班梯隊 但從當前來看 這個還是比較困難的 不是說完全沒有 還是相對來說 這個人選找出來還是比較困難 一個是在伊朗國內保守派陣營當中 要想選出一個相對具有這個被廣泛接受的 又不是那麼強硬 同時能夠被溫和派所接受的這個人物 還是比較困難的 另外一個方面 就是萊西他本人有司法的宗教的背景 同時還有比較強的這個政治的執政背景 因此能夠被各派所接受 但與此同時 如果說我們看一看伊朗國內的司法界 或者說這個宗教界 或者說其他的這個相關的這個領域 那麼能夠挑出來 能夠被各方所接受的這個人員 從當前來看還是有一定的難度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面 實際上我們看到伊朗的溫和派陣營 或者說改革派陣營 也在不斷地批評伊朗國內的一些政策 甚至包括伊朗前總統哈桑魯哈尼 也不斷地發出了好幾個這個公開信 要求批這個這個這個澄清啊 自己為什麼沒有辦法 或者說自己的這個陣營 沒有辦法參與到這個總統的這個選舉當中 所以說這就顯示出來 伊朗國內確實出現了一定的 這個社會和政治動盪的這個苗頭 因此呢這一次的突發事件 一方面呢確實可能對於保守派陣營來說 是一個比較大的挫折 但是另外一個方面也會顯示出來 伊朗國內政壇會面臨一些 比較讓人覺得隱隱担忧的 這樣的一些因素 會慢慢慢慢地抬頭 那當然對於地區的形勢來說 由於伊朗的地區巨大的影響力 伊朗國內它任何的這種 可能政治性的動盪 都會傳導成為地區的 這種巨大的不穩定因素 因此呢恐怕在未來一段時間 還是需要國際社會和地區國家一起 一方面呢 然後來更多地關注 伊朗國內局勢的變化 但另外一個方面也要形成合力 來防止伊朗國內局勢 可能出現的一些變化 給地區局勢帶來的 不確定性因素的這個蔓延 要防範這樣的風險出現 主持人